这就是两亿中国人共同的跟全球最大的民间寻根问祖之地 山西红铜大槐树 如果你的脚小脚拇指甲盖是两半的 喜欢背着手走路 管上厕所叫杰手 家里面种过老槐树 恭喜您 您大概率祖上也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出去的 咱们在评论区打出老乡两个字 今天老铁也算是到家了 咱们一起寻根问祖 为什么上厕所叫杰手呢 因为当时移民的时候呢 遭到了百姓的抵触 这官兵呢 害怕移民逃跑 就用绳子把他们的手连在一起 我看你怎么跑 但是人有三级啊 你总得去上厕所吧 报告官老爷 我肚子疼 憋不住了 你把我的手解开 我去方便一下 这个时候呢 你的手解开了 你该去哪去哪 久而久之呢 因为路途比较遥远 这乡亲们就把节手称作为方便 上厕所就被换成了节手 各位叔叔阿姨们 爷爷奶奶们 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咱们的祖上六百年前 从山西洪童县迁出的时候 路过的大槐树 你看当年的老瓜窝还挂在上面呢 窝还是那个窝 老瓜换了一茬又一茬 不行了 我现在是满含热泪 真的 到这里 才算是真正的到家了 多少年的愿想 实现了 咱们在评论区打出 到家了三个字 我相信各位兄弟姐妹们 和我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才出去六百年 湘英已经完全丢了 惭愧惭愧 为什么六百年前 就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祖先 从山西牵出去 我们就为什么不能够留在山西 不能吗 不能 因为华北地区经过了连年征战 还有天灾人祸 河南河北山东 安徽江苏等地 本该人口聪明的地方 却是人烟罕至 所以出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 以及人口的平衡 才做出了人口大前期 从朱元璋经历了 朱宇文以及朱棣 三朝五六十年 实行了人口大前期的决策 因为山西当时 经济比较富足 人口比较稠密 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少 所以山西这一次 就是人口迁徙最主要的迁出地 这里就是祭祀团了 从这里走出去的一千两百多个姓氏 都在这里被供奉着 我先去拜一拜我的老祖先 有没有朋友 也想查一查自己的身世 再先等啊 我来帮你 咱们还得说一点 即使把整个红筒县搬空 也不可能填满整个花北地区 为什么大家来自于山西的各地 却偏偏只记住了 红筒县的大槐寿 以及老瓜窝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办理户口 移动的一个官方指定场所 你看 前方那一个是广济寺 红筒县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但是由于它的县城比较狭小 那么多的人容不下 所以就指定了广济寺 在这里办理 方方工牛 根据古物 以及吃的穿的 还有一些盘缠 让你做安家费 所以这个广济寺 在历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 办理完手续以后 领完东西 来到这里一看 这就是家乡最后一个念想 大槐树 古大槐树 至今已经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很可疑的是 在清顺之八年 分河水发达水 把这个地方冲倒了 没有了 你看 在以前这个位置立了一个碑 古大槐树处 给大家留个念想 真的是很可惜 经过600多年的发现升息 从洪通县大槐树走出去的人 现在后代已经遍布了 咱们中国18个省市 500多个县 占据了咱们中国半米江山 甚至在海外来讲 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 一定有移民的身影 山西人了不起啊 我身后有一个大大的家字 去其他地方 那叫旅游 只有你来 山西洪通大槐树 这才叫回家 故土故乡难离 山西人舍小家 为大家 才换来了咱们今天 人口南北均衡 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在600年前就已经打好了基础 山西人了不得 为我们的老祖先也点了赞 我们的老祖先也能帮